上次我刚刚垫了一下脚 诶 你试试看 垫 这样 没有 没有 错了 又没有 再来 撑 这样是有拉开 这样子有 这样有拉开 这样我懂 感觉那边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 可是我的脚是颠的 你就先颠着看看 嗯 你颠着 就这样颠着 好 起来了 有没有 嗯 这样就 好 你颠 你这边起来以后 你感觉这边 你感觉你痛的地方 稍微好一点 是吗 松掉了 好像变后面痛 啊 是不是 嗯 对 所以你要练 痛点转到后面去 不是 你后面 你后面其实是没有 其实用不到它 其实没有力量 对 就像他们蹲马步 我那根筋都软的 对 怎么练都练不到那根筋 对 你去练这个好不好 嗯 就这样颠一点 让这个 不是 你去练会让它 撑 嗯 这个筋 这个筋 也是一样 这个筋 这个比较好 这个我都要颠着脚 我颠着脚尖 这个你不要颠啊 不要颠啊 这样 这样还有吗 撑它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有吗 这样停住 好 停住 停住 再撑 再撑 有撑吗 有没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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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撑起来 这边是不是就轻很多了 对 对 我就是说这个 你要去试 你要去练 这个筋 这个你要练一点 你先练这个 这个会比较好练 这个稍微难 所以那个筋可以练 然后膝盖 你不管走路还是站还是坐还是任何动物 你只要用到膝盖了 膝盖都要往往往往后拉 行吗 对 对 你看看 膝往往往拉 对 感觉这样 你稍微弯一点 好 膝盖拉 不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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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的拉 弯的 感觉不出来 弯的 感觉不出来 那个拉 你这一脚往前面 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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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再来 再弯 好 吸往后拉 动作 动作不要往后 力往后 对 这样子 这样子 好像要往前走 对 好像要扒一样 那么多 你所有的都要这个样子 你们也是一样 我教你们很久了 你们有没有用到是不是会用 是不是会用 你再来 你往前 好 来 站 站 走 好 你所有的弯膝盖 你看他现在这样弯 压力在这边 是吧 因为我们所有的习惯 都是一弯膝盖 不管是走还是站还是跑还是跳 只要膝盖一动一弯的时候 力量都是往前的 好 我们要练习 要练习你在弯子 动作不要往后 可是这个的力量往后拉 力往后拉 对 这边是不是就轻松很多 是不是有一个力量从后面上来了 我们需要这个 这就是后面的筋就起起来了 这两根筋就起来了 这两根筋就起来了 这样不懂 如果这个松掉 你这个膝盖是往前的 你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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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松掉跟刚刚那样 那样子 这两根筋就垮垮垮掉了 这一定要练习 这也是一样要往后 它虽然是往前顶 它的动作是往前顶 可是力量要要往后 后拉 所以我说动作跟力量 我是不是讲形象跟力量 他讲的形象就是你看到那个 那个样子 动作出来的姿势动作 是两回事情 这个形象是往前的 动作看起来是往前的 是不是 可是力量要往后的 这个也是一样啊 看起来动作是往前的 可是你的力量要往后的 所以人的膝盖 人的膝盖是往前弯 弯的 有些动物的膝盖是往后 往后弯的 人的膝盖是往前弯的 所以膝盖的动作 膝盖的形象一定是往前的 所以你膝盖的力量一定要往后 这样不懂 你们一定要练 练出来这个习习惯 就算是站 也是一样 那个膝盖 行不要动 行不动 可是我里面的力量是往后的 你往后一拉 就从后面的腿后两根肌一直上来 一直上来 所以你不管是走路 你走路 这个出去了 一弯是不是 一落地 这个膝盖就要往后拉了 好像那个马或牛一样 要往前奔的时候 他是往后拉的 是不是这样子 他那个蹄子往后拉 我们这个脚也是一样 你只要一落下来 一二往前 膝盖的力量往后拉 不要去伸直 动作不要变 形态不要变 力量往后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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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站直的还是弯弯弯曲的 就算弯到这么低 弯到这么低 你的力量还是要往后的 你不可以这样子 我就算是弯曲到这个样子 我弯曲到这样 所以什么叫过或没有 没有过 以形象来看 我说你们的膝盖不要过脚踝 因为你不过脚踝的时候 你的力量比较容易从后面过 有的说不要过脚尖 重点都不在这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你膝盖力量有没有往后 所以我就算是弯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的膝盖力量如果是往后的 它也不伤 而这个腿 我虽然膝盖超过了 可是我的力量是这个样子的 它随时续一个力量 续一个力量在那边动 力量你 你脚盖这边脚盖这边 你身上脚盖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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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这个筋会往上撑 撑起来 全身上脚盖那边 才脚盖那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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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做到那个 对 懂得吗 你只要做到那个 你只要做到那个 筋的力量起来了 你全身都会变 你其他的地方全都会变 你全身都会变 这就叫做我们本来讲骨震筋谁 你的关节震了 筋跟着关节走 筋跟着骨走 筋就谁就震了 可是反过来讲也是 筋顺骨就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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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筋一拉 筋撑起来了以后 他就帮助你把那个各个关节 甚至脊椎上的关节全部 啪啪啪啪 全部会撑 全部会撑开 关节就震了 所以你们这个一定要会 而这个力量在武术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力 它是一个这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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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个力 它是这个力 所以我往前的力量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它没有力 它是这个力 它是这个力 这个力量 是它往后推出来 推往上 产生一个往前的力 要不懂 一定要练会这个 不管你的重心在前 还是在后 所以你越是 你的重心如果在后 有人讲四六步 有人讲三七步 八卦拳的寒基步 不是四六也不是三七也不是八二 你说它九一差不多 前面就是完全点了 完全虚虚的 可是你这个力 这个要非常有非常有 膝盖往前顶要非常有力 这个要非常有力 但这个要往后拉 这个往后拉 让后面的筋上上上来 让后面筋的力量上来 所以你后面越有力 你这个小腿 小腿就越直 如果放在膝盖 小腿就越斜 要不懂 你这个力量能够越往后 越往后 越往后 你看你的小腿就会越来越直 所以你的四肢 它就是越来越正 好吗 所以我说你们去看孙露堂的三 三体四肢 三体四肢 它有的三体四肢 站起来膝盖是这个样子 它有一张 它的三体是几乎是直的 小腿 小腿几乎是直的 这样子 结构上是不平衡的 它是用力量在平平平衡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 有人说孙露堂可以 这个有人说真的 有人说假的 但是它是可能的 所以它可以这边贴贴到墙 然后然后这只脚 这只脚这只手起起起起来 这个在结构上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如果精力够的话 精力够 这边的力量够拉住的话 它就可能 所以要了解 那个的形容 那个的形容 表示什么 表示它是用筋的力量 它那个姿态是用筋的力量在筋的力量在做 否则人 否则人不可能 不可能我这边贴到墙 这边脚也贴到墙 我这个手脚拿起来我不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 所以你不要管孙露堂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你要管这个姿态 人家讲出这个姿态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是不是可能 如果可行 它用的是什么力量 就这样子 所以我说身体没有玄妙的 一定可以做到 只是你是用什么力量 用什么方式在做 所以你们一定要从膝盖开始 而你的你的这个膝盖 如果能够往后拉的时候 你的胯 你的胯就正了 你的胯就不会有的时候这样子 懂得吗 不会外偏 不会后偏 也不会前 前顶 这个力量一上来 筋一顺 髋关节自然就正了 对 对 所以它这个往前顶是一个力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好像公拉拉拉拉出去 公拉起来公拉起来 它有一个往后的力 但是它有一个往前往前的力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公拉起来的时候是有两 两个方方向的力量 它才也不动 它才能蓄入劲 对对对对 当我把这边的力量放掉的时候 那边力量就出出出出出去了 所以当它这样子要往前的时候 要往前是什么力量 是什么力量往前呢 还是后面后面一放 后面一放 怕就出去了 怕就出去了 懂得吗 所以它不是用什么 它不是用凳的 它不是用这种凳 所以那种叫串 叫做串 不是跳 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练 还有到年年年年纪大的时候 像我跟玉巡啊公正啊 这种年纪 你膝盖当然会慢慢磨磨磨磨磨损 就是这样子 软骨软骨会磨磨磨损 有的时候就会卡到筋就痛了 或者软骨被磨穿了也会痛 怎么办 不要用用它 压力不要给给它吧 所以就把后面的筋撑起来 让让它关节之间保持到一个空空间 不要压 不要压迫 所以你能保持到那个空间 它那个痛就没有了 然后你活动活动 那个筋就砰就开 就回回回症了 筋回症了 筋回症就不痛了嘛 因为骨头是不会痛的嘛 要不懂 啊 所以到慢慢年纪大了 你们从年轻就能够用这个力量的时候 膝盖就可以使用齐线啊 就会稍微久 稍微久久久久一点 啊 啊 所以这个要去把它练练绘 我讲很久了 但我没有 我没有很严格的看 没有很严格看 你们自己要去练 自己要练练练练出来 啊 好 好 好 有有有有问题吗 有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不要 为过